想像一个未来的世界 Word会自动帮你写好履历跟求职信 打报告的时候 自动把Word转换成PPT 帮你做好投影片 连排版都帮你设计好 Excel会自动分析趋势 做好图标等着你 准备好我们要颠覆过去十几二十年 我们的工作模式了 就在昨天微软发表了全新的 Microsoft 365 Co-Pilot 这将是一个AI结合所有 Office软体的强大组合 过去那些无聊的Word Potpoint还有Excel 一摊纸我们马上就变出来了 不过还别急 这个还只是demo而已 那以下我们要介绍的这集的功能 目前都还在进行内部测试 那在接下来几个月 应该会陆续开放给正式版使用 首先来讲讲Copi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Copi它是将大型语言模型GPC4 内建到我们非常熟悉的 微软365应用程式上面 除了在程式里面 可以用非常科语化的方式 指定AI帮你做事情之外 还可以透过各个程式的配合 还有跟其他人的共同创作 达到你要的效果 那其实使用的方法就是超级简单的 就跟TrackGP一样 你就在这个输入栏里面 打入你想要它做的事情 它就会直接帮你执行 以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应用程式 配合AI可以蹦出怎样的新滋味 首先在Word的部分 除了一开始我们讲的履历生成之外 其实各种文件它都可以生成 例如说邀请函 演讲稿 只要跟CopiLit讲说 你想要生成怎样的文件还有内容 它就自动帮你写出一份 例如说在Demo里面他们示范的就是一个 会议的简报内容 那生成Word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这些内容丢进PPP里面生成 那加入AI的PowerPoint 就会自动帮你排版内容 此外还可以针对你想要新增的页面主题 直接告诉CopiLit 它就会帮你抓出资料 并且做成头影片 例如说商业提案或是学校的报告 都可以一键生成 那第三个Excel的部分 透过CopiLit它就可以分析数据 然后发现趋势还有自动制造图表 例如说在商业上面 我们常常需要分析支出或成本 透过CopiLit就可以找到 规律与进而优化你的支出管理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套用在 例如说销售额 畅销产品或是顾客行为模式的分析 在Outlook电子邮件的部分 它会在茫茫大海当中 帮你抓出最重要的那几封邮件 在回复的时候 你只要选择回复主题 它就会自动帮你生成内容 并且还可以立刻制作图表 插入到这个邮件里面 邮件内容的写作风格 也都是可以调整的 在商务版本的应用程式里面 CopiLit甚至可以帮你准备好 所有会议里面会需要用到的资料 包含所有的email啊 文件啊表格什么的 都帮你列出来排好好的 哎呀要是会议不小心迟到的话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CopiLit也已经帮你准备好 前面会议的大纲 甚至还可以对CopiLit提问说 这个会议里面的一些细节 所有的蓝龙去脉 都可以跟你解释的一千二出 最猛的就是在企业生物套件里面的CopiLit 甚至可以分析你资料的营运状况里面 有没有任何的潜在风险或是潜在商机 并且还可以用这个资料 生成swat优劣式分析表 这样子讲一讲 我自己也超级想玩玩看这个CopiLit 那之后这个CopiLit 就是会内建在这个Word 然后PowerPoint或是Excel里面 还有非常值得提及 就是昨天微软发表这个CopiLit 它其实是有一个发表会 然后我觉得它影片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CopiLit的demo 我看了应该有十次以上吧 就是每一次看我都会鸡皮疙瘩这样 那支影片大概才一两分钟吧 然后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它的设计真的还蛮不错的 另外看到微软那么的积极 Google是不是有做一些事情呢 事实上在微软发表的前两天 他们就已经有发表过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大家是不是都不知道 我自己也是今天才知道 原来Google已经发表类似的应用了 只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在乎的样子 而且最有趣的是Google他们的demo跟微软 大概有90%的相似度 总之我觉得最近AI这个领域 真的发展得有点太过快速了 就是昨天才GPG4 然后今天又来个Microsoft 365 不过也是非常兴奋看到我们未来的工作模式 会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革命 这么破坏式的创新呢 相对来说也会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啦 所以非常期待这个带有CopiLit Microsoft 365刚快的推出 我也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测试 尤其如果是两间同时推出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来做个比较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小小的介绍到这边 如果大家对最新资讯啊 或是生活内容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另外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蛮有帮助的话呢 也可以帮我按个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